早上好啊 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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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大年初期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都会有这些武师的队伍 整个县城到处跑 年初七了终于可以到外面吃饭去了 就今天开工嘛 上班的上班 开门的开门 走啊 可能是每个做父母的人都会有的幻觉吧 都觉得自己的小朋友会比较聪明 比较乖一点 不过他最近的表现也出过我们的预料很多了 很多东西好像我们都没怎么教 就顺嘴提了一下 跟他讲一下 那次他就好像记住了一样 下一次做那件事的时候他就学会了 就是说立行跟他说过 上厕所了 就是上大号了之后呢 要跟我们说 要在里面闷着我们又不知道嘛 对 然后他上了之后他就 哦哦哦哦 他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平时啊是很少讲普通话的 都是讲客家话 他现在学的应该也是客家话吧 问他要不要吃东西呢 他就说 哎哎 而且 对 还是很标准那种 等下我们早餐上了之后 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就这样 哎 他不要的话他也会说不要 对 不要 其实不要 我亲他的时候他就经常这样 哇 好香啊 啊韩国 啊韩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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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要不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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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好香啊 哈哈 吞口水了 啊 以前我们看过很多育儿的视频 啊 说小朋友最好是一岁多之后才开始吃一些东西 有腻有血 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体质 妹妹的发育也不算是很快的啊 跟她同一天生出来的宝宝 我們知道一个也是女孩子 现在跑得非常快 而且吃东西也很大 真的是看个人体质 所以有对比的话就 就发现好像并不是觉得自己的小孩就比较聪明 别人跟他一样这么大的也这么聪明 是啊 不过也有一些小朋友吧 可能是两个关哪 两个关哪 两个关哪 可能是发育比较迟缓的原因 一岁半了也没有韩国这么大个头发也比较少 然后看起来也没那么精神 韩国 哈哈哈 尴尬 尴尬 头像 现在直接就不演示了 下去看一下我们的房子 都是晚上整晚都没睡好啊 就是那个房子我们好像装错插头了 现在大家有没有一种 这种 那个 想法 就是 正在装车的时候 就想 是不是哪个地方又少了一些什么 哪个地方又少了一些什么 如果没有装好的话 到时候要重新加装 就很麻烦 对啊 特别是现在管道啊 电路管道全部都埋在了地下了 看 赶紧看一下 有吗 我觉得就有 这个挡住了 让一下 让一下 你抱我啊 你抱一下 他这个是开关吧 外面的开关 那在下面 哎 有 他装了电 有 一个是出水的 另外一个是进水的 我们以为 那是装洗衣机的地方忘记装 查做 想了一整天 昨天晚上都想 大半夜八九点过来看一下 突然就开始拍大腿 哎呀 完了忘记装了 就这东西 请了设计师嘛 人家这些还是细节会搞好的 也不会说搞的特别差 嗯 其他也没啥了 基本上就跟之前是一样一样的 师傅应该还没那么快上班吧 上班之后 应该是开了元宵中 对应该是15过后 这些 其实也搞的 应该搞的算一半了吧 还有这边是卫生间的 还有上墙的 还有阳台 这边的要贴 因为贴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付了不少的工费 都是另外算的 如果大家装修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什么东西 要先说清楚 要做什么 要先说清楚 自己规划好 这些装修小白的话 对 以为一整套就是包括我们要 要装上墙的位置 所以我们其实是出了比较大的代价的 是比较贵的 如果提前谈的话会便宜很多 小心啊 修修过来 修修 他的辫子在那里 顶子上跟扫把 爸爸亲一下 起来 爸爸亲一下 你胖的不想了 爸爸亲一下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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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20斤的人最少18斤的反骨 过来 爸爸亲亲 爸爸亲亲 小时候还愿意亲呢 嗯 啊 终于亲到了 现在长大 现在长大都不愿意亲我们了 对 之前还是很愿意的 嗯 这次我过来那里危险呢 今年疫情终于放开了 我们也要回归正常的旅行生活了 带安姑旅行一段吧 然后我出海外 疫情呢就在家里负责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包括装修 你要记得以后 如果这个菜了的话 千万不要带安姑过来 装修的时候尽量不要带 那我不带谁带 工地还是很危险的 让我妈带呗 我妈带安姑 你就过来监督就OK了 咦 妈妈呢 过来 过来 咦 咦 哪里去哪 姐 咦 咦 哈哈 干嘛 咦 过来 过来 艾 哈哈 走了走了 利鑫回去啦 搞笑 爸爸 买菜回家喽 爸爸 爸爸 爸爸带你 爸爸也来 亲亲妹妹的手 好了 先这样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 拜拜 拜拜